比热的一个基本观念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个有关比热的一个基本观念 所谓比热呢 它是代表一个物质 当它吸收热量以后 它温度上升的情况是如何 温度上升的快不快 这些等等 它是物质的特性之一 那这个比热越大的一个物质呢 它温度要上升当然是比较不容易的 比如说像水 像水的比热我们知道是1 1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你的水的温度要上升一度C的时候 你必须要吸收一卡的热量 你的温度才有可能上升一度C 所以你看像那个黄海性的一些国家地区 像英国啦台湾啦这些等等 它温度呢就比较不容易发生变化 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先了解一下比热的定义是什么 比热的定义它是指说一公克的那个物质 那它温度要上升一度C的话 它所必须要吸收的热量 或者它温度要下降一度C 它必须要放出多少的热量 那那个值呢就称为它的比热 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立体 我们现在有AB两个物质 这两个物质的比热呢是3比1 等于A的比热呢是B的比热的3倍 那换言说在相同的条件之下呢 你要让A上升一度C的话 它需要吸收的热量呢 当然一定是B的3倍 那所以呢 但它们在相同的条件之下加热到相同的温度的话 那所需要的时间比呢 因为时间比 因为它的条件既然是一样的话 所以可见它的时间比呢 也一定是3比1 因为热量的话 吸收的热量的多少呢 跟时间是有一个绝对的关系 那有关比热的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